追根溯源探产地 欢迎来到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每天我们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食材 但是你真的了解它们吗 今天我们要溯源的是什么呢 我是青海的 青海海西的 海西那么红的 当地话这样说 新鲜叫做新鲜 水果叫做菲薄 厉害叫做法麻 大个头叫做个头的 那么自己很法麻 就像水果一样甜 要问个头有何大 绝对惊叫你下巴 光说没用尝不到 欢迎你来品一品 这个大个的枸杞 它确实是很法麻 很厉害 枸杞咱们都不陌生了 咱们中年少男少女的保温杯 里装的都是它 煲汤也少不了它 甚至各种各样的菜肴上 咱们都能看到枸杞的身影 可是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枸杞 还真就有点不一样 它齐就齐在 吃起来像水果一样 而且还长着大高个 这小小的枸杞到底能长多大个呢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吧 枸杞又叫枸杞子 既是中药材 又可以泡水熬粥滋补养生 可是我们平时很少能够见到 可以像水果一样吃的枸杞鲜果 而且枸杞的个头 不都是小小的吗 短视频里的枸杞 怎么个头长那么大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准备前去短视频中 所提到的诺木红 一探究竟 大个枸杞是如何生长出来的 清洗过的枸杞 竟然变得干瘪发污 柴达木盆地 中年气候干燥 降水稀少 诺木红就在柴达木盆地的南部 一路上我们看到的 都是茫茫的荒漠戈壁 别说枸杞了 就连植被都很少见到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在大约行驶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候 我们的眼前竟然出现了奇迹般的变化 原本一望无际的荒漠上 竟然出现了一片绿洲 就像是一颗翠绿的宝石 镶嵌在金色大地上 而且目测 这一片绿洲的规模还不小 我们没有想到 此行的目的地诺木红 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找到了隐蔽在枸杞林中的采摘工人 他们正在摘的 会不会是我们要找的 大个枸杞鲜果呢 你看 挂的树上特别好看 找了半天 终于找到这种大果子了 这个怎么摘啊 就这种摘 红通通的 这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干果 几乎都不一样啊 长的 这个好吃啊 尝尝 我以为这个枸杞 是有点酸酸苦苦的 但是没有想到 它像水果一样 有一种这个 比这个樱桃要脆 然后比这个葡萄要甜 一共摘了四个 全吃完了 在我们的印象中 枸杞甘果都是用来泡水喝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味道 但是没有想到 这里的枸杞鲜果 看起来比我们平时见到的干果 要大上不少 而且还能和水果一样甜 为啥这里长出的枸杞 会又大又甜呢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啊 我发现这也是枸杞树吧 这是枸杞树 你看这里 有特别多的这个菜 这是煎的 你这不好光扎手 枸杞树大多有刺 所以一般只能通过人工来采摘 而且还要十分小心谨慎 你植住这它扎手 你都得打底下 植住这它不扎手 从下面然后往上提 这样轻轻的 往上一提 诶 站下来了 怎么样 可以吗 可以 这个手把算是对了吧 对了 那我这跟你学会了 我是不是可以加入你们这个队伍了 跟你们一起采摘枸杞 那你带我们的经纪人 经纪人 咱们还有经纪人啊 有啊 那我要是想跟着你们这个枸杞出道 那我得去找你们经纪人啊 得找我们经纪人 经纪人 难道是因为这大个的枸杞仙果太过金贵 所以特意聘请专业队伍来采摘吗 您好 您就是经纪人吗 是啊 我刚才听阿姨说 我要是想来这儿就是得靠您 那得考验考验你啊 怎么考验您说 你看看给你 这一阵 我摘下来就行是吧 摘下来就行 往下然后往上一提 这样对不对 没错啊 那你摘的摘完了都不赚钱啊 不赚钱 你一天能摘多少 我一天能摘一百七八十二百斤 青海的枸杞受高原海拔冷凉气候条件的影响 枸杞从开花到果实成熟 要历经最少六十天左右的时间 在这个漫长的成熟周期过程中 它就有时间去更好地长高个儿 所以生长出的枸杞甘甜多汁 个儿头饱满 糯木红农茶平均每天采摘的鲜果数 大概是二百四十万斤 如果不请专业的采摘队伍加紧采摘 那可想而知会有多大的损失 所以每年七月枸杞收获开始 常住人口只有五千人左右的 糯木红农茶就会变得热闹起来 来自全国各地的采摘工 由经济人带队来此会合 最多时能够达到五万人 那么这些保鲜期短的大个枸杞 该如何保存呢 我们在市场上经常购买的枸杞甘果 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这枸杞甘果又该如何辨别好坏呢 我们来到了枸杞甘果的加工车间 新鲜采摘的枸杞运来之后 要先进行清洗 等等 这清洗池中的水 看起来有点不太对劲啊 不仅水的颜色有些浑浊 还有大量的泡沫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随后池子中的大个枸杞洗好拿了出来 这些鲜果有了奇怪的变化 原本鲜果新鲜红润各大饱满 可是通过清洗的鲜果却变得颜色晦暗 干瘪发污 更令人奇怪的是 这些大个枸杞竟然缩小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按说要是添加了什么东西 应该是会让鲜果变得更加饱满水润 而不是让它颜色发暗 个头变小啊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是这样子 第二次里头我们加了一些东西 加了一些东西 你可以闻一下子吧 就是这个 对 就这个 这就是你们二次清洗里面加的东西 对对对 你闻出来了吗 特别刺鼻 对 呛鼻子的那种味道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咱们常用的食用碱 原来枸杞鲜果本身含有一层腊质 可以很好地锁住鲜果的水分 尤其是大个的枸杞 水分更为充足 通过二次清洗 用食用碱将表面的腊质破坏 可以更好地进行下一步 烘干制成枸杞干果 那么大个的枸杞烘干之后 会不会再有所缩小呢 这么大的鲜果 差不多就可以就是缩成 缩成这样子的这个 对对对 长度缩得不明显 关键是它的这个 粗细上的这块 缩得比较厉害一些 因为它水分蒸发掉了 大个的鲜果枸杞通过烘干 都会缩小一定的比例 但是长度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不过市场上的枸杞干果 琳琅满目 到底要怎么挑选呢 我们大概总结了以下三种方法 首先看颜色 好的枸杞干果多半成暗红色 而非鲜红色 其次用手攥紧枸杞 随后松开 如果有粘连 说明烘干不到位 容易使得枸杞变质 最后用水泡 好的枸杞不会掉色 而劣质枸杞 则会让水变色 或者变浑 枸杞不仅产生经济价值 枸杞树还能够用来防风固杀 那么未来 这大个枸杞 还会不会有别的作用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呢 我们的设置组啊 是去年的十月左右 在诺木红拍摄的 那个时候呢 枸杞的采摘已经接近尾声了 不知道今年的情况怎么样 枸杞的长势如何 让我们接下来一起连线 正在诺木红的枸杞种植户 你好 我是这个 诺木红的枸杞种植户 你好 今年咱们的枸杞长势怎么样啊 今年这个枸杞 从这个开花 这个果条 接的这个都比往年好 比往年提前了四五天 我们这每年 就是来好几万这个采摘工 每天的摘果 这个仙果 有这个二三百万斤的这个仙果 这个枸杞价格呢 去年卖到十五六 到四五十不等 这个枸杞的这个 就是果子接着越大 品相越好 它价格卖得越高 那照今年枸杞的生长情况来看 价格会怎么样 您有没有一个预估的大概呢 今年从这个枸杞的这个结果 这个现在这个这个展示来看的话 今年这个价格 要卖得比去年好 肯定要比去年好 你看 让我们农场的这个新变化 这个采摘工区楼 这全都是给这个外地来打工的 这个采摘工 提供方便 里面的水电 卫生间都有 这个采摘工来 早就来这个 也特别舒心 心情也好 这个挣钱也开心 这个真的是太好了 大家高高兴兴的就把钱给赚了 那在这儿我们就预祝大家 丰收快乐枸杞大麦 谢谢 再见 你看呀 枸杞让缺水干旱的柴达木盆地 焕发了新的生机 如果说还有什么宝贝 可以和枸杞相提并论的话 那必须是它了 听说它呀 最近可是大受欢迎 还有人把它称为超级食物 有人就好奇了 到底是什么呀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吧 我是青海的 青海海西的 海西香日德 当地话是静阳说 好吃叫做 骨头拉销 营养叫做 鱼饮养 林麦好吃又营养 保富又健康 有人说它能减肥 有人说它不是麦 有人说它很危险 吃它可能会中毒 究竟咋回事 听我慢慢给你说 关于藜麦 您了解多少呢 我们在网上搜索 对于藜麦的介绍 也是五花八门 有的说它是粮食之母 营养黄金 还是有利于控制体重的超级食物 但是竟然还有人说 藜麦有毒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藜麦的种种疑问 究竟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呢 藜麦到底是啥麦呢 藜麦竟然是五颜六色的 它真的有毒吗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香日德 是一个地处柴达木盆地 东南原的小镇 也是荒漠里少见的绿色明珠 这里种植着大片大片的藜麦 当我们迫不及待地走近时 一瞬间就被惊艳了 这些五颜六色的植物 长得像花一样 真的是我们要找的藜麦吗 这里的藜麦 怎么会是五彩的呢 怎么看都不像能吃的样子呀 藜麦它到底是什么麦 这要是不说 还以为是花呢 它本身就是这个颜色啊 不是的 你看一下啊 因为它碎头是红的 但是你看 它的骨皮是白色的 其实这是一种白鲤 我看到了 这个您搓了几下之后 其实它里面的这个麦人是白色的 它就是在外面有一个 很好看的这个大衣 对 那这个现在是可以吃的吗 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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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为啥呀 现在还没到吃的时候 鲤麦一般生长在海拔 15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 耐寒 耐旱 耐贫瓶 喜欢充足的光照 所以在2012年左右 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 跟很多地方 便开始引进 鲤麦 大规模种植 我们找到了一片 金黄色的鲤麦田 此时 已经有人在地里忙活了 看来 可以收割的成熟鲤麦 是金灿灿的 教教我怎么 各位 好 这个容易 怎么来 就是 挂住这个 鲤麦头 然后 把镰刀 放低一点 放低一点 这样斜这个 斜拉 斜拉 我试试 斜拉往上 对吧 对对对 那这个很简单吗 很简单 那这个其实跟其他的 收的也差不多 就是差不多 那我再来试试 对 可以啊 就这样鲤 你看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割得挺好的 是吧 还行啊 好好好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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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一会儿 挺溜溜 你看 这收割的方式 跟割麦子 还有其他庄稼差不多 难道梨麦 也是麦子的一种吗 我再帮您去前面割一点 行了行了 你再逼割了 你再不割了 我也不割 为啥 您是前期我干 我干得不好吗 不是不是 我们现在割这么多就行了 差不多就够了 这是啥情况呢 我们正准备撸起袖子 大概一场 怎么就突然被制止了 我们拍摄过不少收获场面 那都是分秒必争 恨不得跟老天抢时间 可这里还有那么一大片地 怎么割了那么点 就停下了呢 这是选取的比较好的碎头 用来做明年的种子的 这是做种子用的 对对对 那我现在可以尝一下吗 我现在不能吃 还没到时候 我们本来架不住好奇 想尝尝 这刚收割的藜麦是什么味儿 可又被极力制止了 一次不能尝 两次还不能尝 难道 真如网上所说的 这藜麦有毒 所以不能吃吗 李小伟还告诉我们 虽然这一片藜麦成熟了 但是水分比较大 要想收获 也要等些日子 而且人工收获 太耗时耗力 如今收割藜麦 已经不再使用人工了 他带着我们来到了 即将收获的藜麦田 这边藜麦 是不是这种黑糊糊的颜色 这个藜麦呢 是已经成熟的黑藜麦 它成熟之后呢 就表现这种颜色 就跟碳一样的颜色 我们现在有很多三色藜麦 里面红的黑的白的 这个就是专门是黑色的 黑藜是早熟品种 会比我们所看到的 其他藜麦先一步收获 收割机开始在藜麦田里 来回穿梭 随着藜麦开始大面积种植 短短几年间 藜麦的收割机 就已经开始广泛地投入使用 大大提高了效率 不过 这看起来和高粱一般高 收割方式 像小麦一样的藜麦 究竟是不是粮食呢 它到底是啥麦 为什么我们几次想尝一尝 都被拦了下来 难道真如网上所说的 藜麦有毒吗 我们准备到 藜麦的加工厂 继继续溯源 天哪 这里就像一个超级工厂一样 这里就是加工藜麦的地方吗 对啊 就是 那这里每天能有多少的藜麦 一天 我们一天要加工二十吨 二十吨 对 收割后的藜麦要进入这里进行加工 这长达十几米的流水线 都是用来给藜麦进行筛选 去除杂质的 那么小的藜麦 为啥要用那么多的大机器来处理加工呢 好家伙 这不看还没什么事 往里一看呀 我们立刻就被里面的粉尘呛得喘不过气来 这可不是进行筛选了吧 这是要把藜麦打磨了呀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 这就是分泥机 把这个藜麦和这个磨的那个皮的粉尘 通过这个就把它分开 这是什么 这就是造干那个皮 这个皮是非常苦的 原来我们之前看到的五颜六色的藜麦表皮 是里面含有一种叫造干的物质 也就是被很多人质疑有毒的东西 其实藜麦当中的造干含量 不会对人体产生多大的伤害 只不过要是不去除的话 藜麦吃起来就会发苦 适口性差 而这个造干又极其容易附着 所以需要进行反复的筛选和清洗 那么该如何分辨市场上的藜麦 是否加工到位 不会含有造干呢 我们将三个阶段的藜麦拿出来进行对比 一个是刚刚收获的原两 一个是通过筛选打磨去造干的半成品 另一个是已经通过二次清洗的藜麦 没有进行过任何加工处理的藜麦 此时看起来是五颜六色的 而通过筛选打磨的半成品 有一些杂质 颜色几乎统一 但是粉末较多 而清洗过的藜麦 不仅看起来颜色统一 也几乎没有杂质 将它们分别加水之后 三个杯子里有了明显的差异 因为造干的原因 原两在注水的同时 呈现出明显的红色 半成品注水时 颜色也有了变化 呈现淡橘色 而经过清洗的藜麦 水的颜色没有变化 我们在市场看到的 无论是三色藜麦 还是白色藜麦 基本上都是已经通过加工 去除造干的 可以直接食用 但是如果清洗时颜色发浑 或者吃起来有点发苦 那可能是造干清除不到位的原因 可以尝试着在水中浸泡后揉搓 也可以一定程度地去除造干 有毒的疑问解释清楚了 那么藜麦到底是不是麦呢 在我们国家按严格意义上讲 它不算主要粮食做 它是跟我们这个菠菜 还有这个甜菜是同一个数的 可以算得上是一个 平时就是我们在去补充 其他这个营养成分的时候 一种高品质的一种这种食材 藜麦之所以被称为营养黄金 因为它本身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和钙元素可以增强免疫力 并且一熟一消化 对于不少人来说 它算是一种小众美食 但是对于生活在高原上的人来说 它不仅是当地的特色产业 也为大家伙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更是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 朋友们您想不想看一下 这像花一样美五颜六色的藜麦呢 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 看看今年的藜麦长得怎么样 大家好 你好 我看您这是在田间地头呢 对吧 对 我现在就在我们的藜麦基地 来看一下今年藜麦的生长情况 现在带大家看一下藜麦苗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藜麦 在五十公分左右 五十公分的时候呢 已经出垒了啊 已经出垒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现在来看 好像其实刚刚长出来的藜麦苗的颜色 都是一样的 都是绿油油的对吧 哦 藜麦的生长周期呢 比较长 我们五月份的时候呢 刚完成播种 要到十月的中下旬 我们的藜麦呢 才进入大规模的成熟期 到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好看 现在呢 整个地里面呢 是这种情况 就是这种颜色 快跟我们说说 今年藜麦长得怎么样 我记得好像去年 你还有点发愁 觉得收成不太理想 对吧 今年从天气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呢 藜麦的长势呢 还是不错的 那今年我们也 新投入了很多的设备 省时省力 节约成本 而且我们呢 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呢 做一些藜麦 新加工产品 比如藜麦的这个饼干 藜麦的麦片等等 到时候呢 在成熟的季节 希望大家来青海 看看我们的藜麦 品尝我们的藜麦产品 好的 非常期待啊 也争取藜麦成熟的时候 咱们再相见 谢谢 再见 好的 再见 哎呀 多亏了这几代人的拼搏和努力 肯荒种地 建设家园 如今的柴达木呢 成为了聚宝盆 荒漠变良田 戈壁变绿洲 无论是枸杞 还是藜麦 这些生长在柴达木的特色宝贝 也是成功的出圈了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源源不断地 送到了咱们平常百姓家的餐桌上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